姐姐 desarrollá Ling song Send 8 最後是 明星nn日文 各位午安叫我宥邱 我叫吳宥 剛剛張教授是我 新竹教育大學母校教授 姜咀教授你們好 日如是六、九級的 所以再一次來到我的年紀 我們學校大學接受 我們會找三、四十場次的 所謂的媒體來採訪 每次都問我們說 為什麼小娘可以有進去採訪 那大概論 小學多很多的理由 為了環保、為了健康、為了教育 為了什麼 但很重要的一個意思就是 因為以公理學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那邊的弱勢孩子 特別的多大概占百分之六十幾 那弱勢的孩子就來自於 文化不利、經濟不利的家庭 所以我們在思索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讓孩子 因為他們相對的弱勢 他的醫療好經濟也沒有下一班的家庭那麼的好 那我們何不把他的健康不好 讓他的健康力變成他未來的一個競爭力 其實最初的發展是怎樣 那就是為了一個校長 為了要關照 為了要照顧這些孩子們的健康 所以這樣發展 然後一坨就不摘下去了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這個原油要說起來 說來話長 那時候我就檢而言 是因為有時間的壓力 那我的教育裡面 是想要營造一個健康快樂又環保的校園 我想沒有校長的那個 他的教育體面向我做不懂 但我一年一年去檢視我自己 當初遺下的一些想法 但看看有沒有達到目標 蠻高興的 我一直在朝我的理想前進 那我也希望能夠在校園實現一個生活環保 這是我們學校跟同學會合作的一個體驗 剛剛教授有提到說 他真的能夠獲得很大的效果嗎 其實不答應 因為那個只是因為體驗而已 那這是我們在國興國小的一個 有機夢的 我們用透過宣導溝通來達成共識 然後我們編教材 融入課程的教育 然後營造一個很好的環境 而且讓他變成習慣性的孤單 那目前呢 我們學校的編制是這樣 你看我們學校才139歲的一個主工 一個主工 那我們從96年開始 每個禮拜開始吃一個紀錄餐 到今年100年 我們開始一週吃兩次的紀錄餐 報紙上登的說 那個32塊可以吃兩餐的有機午餐 就是我們學校 那我們是週二跟週五吃有機午餐 所以配合週二週五 我們這兩天也會供應兩天的有機豆漿 像今天早上我們就有喝有機豆漿 然後禮拜一我們會有一次的優酪 副食籍 還有一個禮拜會有三次的追餐 這是我們在校門口 因為學校如果去過的 像那個文豪他就去過 我們需要非常小 目的非常小 但是我們還是很努力在校門口 一個小小的 原本的那個大樹下面 開闢一個有機菜園 這個也是一個讓孩子體驗的 一個有機菜園 然後分了六個組 因為我們只有六個班級 一個班級去布一個菜園 那吃有機的理由 我想是這個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一 但很重要一個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要做 我什麼時候做呢 或者是如果我不做 誰來做呢 所以是一個舍我七歲 給各位看看我們 我們平常一餐的有機餐 是這個樣 我們吃的是十五米 我們學校沒有吃百米 我們吃比較貴的十五米 我知道我的午餐祕書 一斤十五米好像是要五十多塊 然後我們的這個食材 是有機的 這是我們學校吃的 剛剛張教會有提到說 食慾的部分 所以我本來也講談論這個部分 但張教會也談到 我就為了這段時間 我就跳過 我只報到我們學校 目前實施的現況 這是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吃地瓜 地瓜他放在十五米 而這個地瓜 就是所謂的 跟我們在地的農夫羹 跟他訂購 因為那個是一個慈禧的師兄 我們知道他的 他的耕作方式是沒有放農藥 所以我們就去跟他 跟他蓋脫他說未來你中老 因為他的耕地也不大 所以你如果收成告訴我 我們學校會跟他忙 所以我們學校吃的地瓜 是有機的地瓜 也算是 也算是 這又是 你看我們也會給孩子吃魚 還不錯吧 跟今天中文的便當 提起來不遜色 是不是 是不是 那當然要幾乎 三十二塊 好 三十二塊 各位有沒有發現 食的食材很多的變化 而且食材很多 我拜託我的午餐秘書說 最早一天能夠讓孩子吃 十種食材是最合的 因為弱勢的孩子 他可能一天營養的來源 就在學校的賣餐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讓他提供更均衡的營養 或者是有一些微量的營養素的話 那對他的健康的幫助就會更大 好 這是特餐 開始有點喜歡吃 義大利麵 還有一隻母雞翅 還有一個芹菜 是又燙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山極醬 所以我們 各位看起來一點都不油膩 對 因為我們學校的米餐是 第一調味 少牛 少鹽 少他 我們稱為嘴巴 嘴巴隔離 就是讓孩子從小習慣吃清淡 你既然要照顧他的健康 就是從吃新鮮其財 食材 吃無毒的食材 還有讓他吃清淡 所以我們很少吃炸的東西 有時候為了要靠 為了怎麼樣 要靠掌孩子一下 一年難得吃一次炸的東西 還是很高興 好 那我們學校吃的是 我們吃 各位注意到 我們吃食材 我們不吃加工的食品 所以有時候廚師會哀哀叫說 每天光切 光洗 就累得要命 因為只有一個廚師而已 可是這也是我們堅持的 就是吃食材 才能夠自己掌控食材的 食材的新鮮 或者他的品質 那這一餐也不錯嘛 好 那這是我們吃 有機豆漿的 這個廚師是很了不起 他每天如果輪到吃豆漿的 他要六、九多就要到學校 前一天把豆子先蒸好 泡好 蒸好 第二天腦肉餅的時候就開始磨 磨完以後 他要煮 煮完以後送到割班去 那之所以為什麼要吃豆漿 因為我知道說 弱勢的孩子 他其實家裡 要喝豆漿的機會很少 然後要喝一瓶牛奶 吃水是多 那加上說 我都慌亂 對豆漿的吸收 比較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後來是想說 在學校裡來 做這樣的素食品的利用 不過如果說是這個 很慈悲的 很有愛心的廚師的幫忙 也不可能達成 所以在這裡非常非常感謝他 那我們為什麼能夠做得這麼 所謂的五三十策略能成功 我要在這裡特別感謝兩個很重要的他人 就是冬節 因為冬節在出發之急 我們的金色的目標是一餐只有32塊 所以一定是非常的不夠 那冬節去幫我們募款 來募款 就是一些善金人時的善款 加進來 然後我們那個 午餐很不足 不過後來我們用 我們自己的 林廚魚的策略去 強化這一塊 所以即使像現在 扶助款沒有進來 但是我們因為 林廚魚的策略成功 所以我們一樣 而且今年度開始 一個禮拜是兩次的有機 那這個林廚魚的怎麼控管 等一下我親我的主任跟跟偉先生說 因為最大的工程是他 那另外一個我需要非常感激的人 就是吳美浩老師 謝謝大家 如果大部分會是他來幫我們牽線 幫我們規劃 還有他跟冬節他們很堅定的友誼 一起合力去促成的話 我們的有機午餐也沒辦法切入的 那這個是在 觀念溝通的部分 我們請那個 冬節還有美貌 他們到學校去跟家常做現身說法 做一些觀念溝通 這是吳美貌來演講的一個現場 那冬節還幫忙 因為我們要想要從食慾 去教育這一塊索手 我們希望說 從生活 從學習 從午餐的現場的工藝 做整個整合 所以我們學校開發了一套 校園有機制的嘴巴革命的課程 一到六年級 那這個部分也是謝謝兩位 為人的幫忙 然後我們開發出來 所以一到六年級的都有相關的課程 我們教孩子認識有機 甚至計算十五的里程 所謂的探足跡 還有認識所謂的添加物 甚至我們有個單人叫做森林電探好 讓他知道說 那漢堡怎麼來 是砍拔森林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孩子透過這些課程的教學 他就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然後他就會更積極 而且更配合各方面的 我們學校的各方面的環保的教育策略 所以就是這一等的有機制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待會也可以翻翻看 那因為學校做了幾年之後 滿 績效滿好的 所以很多的媒體就進來 我知道很多媒體是 冬節把他簽進來的 所以我們學校就開始 很多媒體一直進來報道 你看這也是一個媒體採訪的興趣 那剛剛有提過 剛剛教授有提過說 要教孩子怎麼去做食材 那這裡我們有一個課程是 導師教孩子做股肝 這個課程 然後自己考孩子 那一場課我也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這一場課我也印象很深刻 是在教孩子認識食品兼家務 那個雖然是四年前的課 但我到現在都還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要做一個策略成功老師 一定要做很好的榜樣 我們回席國調老師從上到下 大家都可以給學生做榜樣 這個地方是 我們要跟各位報告是 我們希望透過更深入的教育的歷程 所以我們今年透過學校 我們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裡頭有一個閱讀的教師社群裡頭 我們就指定干課預言 這一套書如果在做有教育的同仁們 大家就知道這一套 就是在專門以環保危險體的 很新的 那我們就用這本書來當作 我們閱讀課的一個主導的課程 然後是透過社群的時候 老師每週每週去做對話 來探討這個閱讀的方案 然後再翻上去實施 那值得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們學校也是在多年前就拆取 跟垃圾食物收拆進去 所以我們學校沒有合作社 也沒有垃圾食物 我們學校學生已經借藥 所以我們學校唯一的飲料就是開水 還有就是學校提供的豆漿 所以喝水在我們學校系等 你看我們的小朋友就只有喝開水 好 那我們有在像我們剛剛講的核心農場 那曾經種出過這麼多東西 這是幾年來我們做過的東西 秀給大家看幾鍋 剛好都有隨手拍下來 這都在我們的蔡宇宇出現過 那老師會在陪伍去做照料的工作 那現狀都是在12月沒有人拍的 你看有彩椒 大蒜我們還有做這個教學牌 還有芹菜 鹿橋你們知道嗎 肉肉 還有童蒿 這是12月30號下禮拜 我們學校一定會吃火鍋 逛年會我們學校會一起吃火鍋的食材 這是芥菜可以做那個煙材 那我們主任在這邊 美貌裡面很久沒去了 我們這邊在廚房門口 最近當了一個 這個 這是百香果的那套 旁邊種了一些鄉村 這個地方我們還要跟他取一個名字叫 西藩國樂園 西藩國樂園是我們的閱讀角色 你們看到這邊有很多的書 有很多的櫃子有一些桌椅 其實這邊是一個 假日的社區的閱讀角 然後呢 我們常常在暑假的時候 如果社團員下來訓練的話 老師自己會下桌去租給學生吃 然後就在這個 這個西藩國樂園下面 就一起在那邊吃 餐 我們現在也有做水跟蔬菜 由學生來照料 你看長得很好 不過美鳳老師說這個不是很好的食材 不過也是 也是一種體驗 那在種下來的這些食材 我們也會在全校吃火鍋的時候 這是我們全校一起吃火鍋的現場 各位羨慕嗎 我們每一年最少有兩次 全校一起吃火鍋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我們環保的極致 就是學校 任何的社團 任何的球隊出去外面比賽 我們自己學校的廚房做便當 送到那個比賽的現場去 那注意 這兩個同學在購吃一個便當 有沒有看到 是因為我們有準備一些香蕉 或者飯糰給他們當點心 他跟教練講說 我不太餓 所以我們兩個都吃一個 那一個就拿袋子 一個就拿一個 然後就扔著吃 那最後我們可能 這一組 這一組吃一個 有沒有注意到這兩個也是吃一個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就會剩兩個便當回去 剩兩個便當回去的話 就可以讓兩個弱勢的家庭 帶回去當他們的晚餐 我們已經把孩子交到這麼樣的感恩喜愛了 好 那那個甘特預言裡頭 甘特最近他們也寫了一本 叫藍色經濟第二集 如果有人看過經濟 他就說自然也沒有 讓我們可以這麼維持 在核心國小孩子做到一個極致 因為我們即使挑剩下了這一點點 這是全校的一些殘食敗飲 我們都會把它做成堆培 有機堆培 而這個有機堆培桶呢 是我們這位表不齊的王主人親手做的 你看去吳金豪買來的桶子 然後自己再加一個水龍頭 再用3塊給他空一空 因為學校經費非常的少 我們做了很久很久以後 終於有一個佔領的人士 去年看不下去 覺得我們一個比較優的 對 我們現在變成進階到這裡 那這些我們學校有這個落葉 我們就讓他規根 而且做一個很自然的堆培 然後這些自然的堆培 就來交換學校所有的食災 所以我們學校的食災 都是用我們自己做的有機堆培去做 你看綠樹成芋 而且花桿擠出 美棒 我們好像去過 所以我可以胡說 這不是 這就是我們的校園 然後你看我們的主人 這是從那個 迪勁哥塔去要來的 那個他們對戲的桌影 然後他自己去敲敲打打 然後騎油氣 就變得很秒致的微藍 在我們的校園 那這本來是一個水溝蓋 都是水泥的 這個可能是20多年前就弄好了 主人又把他敲掉 然後中了一台綠竹 你看這個西窗古巷 你看多麼濕情花 那這棵樹也是在國遊 這是停車場 我們把他敲掉 然後又種了一棵樹 這棵樹四年多也長出來 所以學校 其實除了在做午餐方面的 有機午餐 其實我們在一個環保的架構之下 你看這個來自也都是水泥地 我們把他敲掉 然後種了一棺樹 三四年以後也長進去 台的綠牆 然後再用我們自己的有機堆培 所以這也是我們最近不中的機堆 好這是我們學校的環境 從校園頭上看進去 是這樣 漂亮 小小的但是很可愛 那我們做林竹魚 其實他從教育面來講的話 除了是控管經費 才能夠去吃有機 最重要的是要讓孩子能夠感恩惜福 你看吃得乾乾淨淨 真的是無數的一樣 好 那每天每天都會去登記 那個登記的本子 就是從第一本 我們開始在做有機餐的時候 因為為了要經費通常 我們就開始登記 除雨 那這是從九十五學年度開始 第一天開始登記 一直到 今天一百年的 記得我們都一天天每天的登記 那從那個數字就可以看到 剛開始的時候 食材會比較多餘的熟 熟養會多一點 然後等到後半年 後來就變零 剩下0.5 0.3 就越來越少 他又做很有效的控管 那當然最大的工程 就是我的王主任 我的午餐女主任 五年來現在都去登記 很多的媒體進來報道 很多的來賓來參觀 這是中國時報報 天下達子也有報道過 那我大概坐一下 鄉下人比較愛秀一下 給你看一下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就是在節能解碳這一塊 你看我們這次全國 我們拿到全縣的戲劇比賽第一名 然後去參加全國你看 我們做的道具是 台北市都買漂亮的道具 我們一去 笑呆了 我們真的像 大老老進大 鄉下老老進大關羽 可是最後我們拿到第一名的時候 你看我們是用寶玲龍 或者就 不是寶玲龍 那個後製版去做 很多用的道具 你看 然後拿到全國的 那個戲劇比賽的名字 我們學校裡面有免洗的東西 我們都用免洗餐具 不是 我們都用自己 循環的餐具 然後我們每一天下班都會把插頭 每一天 然後我們的主人 一個月每一個月 都會把所有的 我們電費水 電瓦斯可以做餐具 稍微多一點 他就開始 撈撈撈撈撈 這樣 好 這是我們學校廁所裡 我們也沒有塑膠 你看 我們用報紙在空 這個是比較舊的廁所 因為我們現在廁所已經改建了 那我們學校每一個水龍頭 下面做一個 水桶 學生洗手之後 我們稱為第一水不漏 就是接好的水 他就要去澆 我們有任養 給學生去任養 這個食塞 然後他就會去 把這個 水拿去澆 所以我說教育 不能只是 讓他四肢不齊 我們是讓他 學習跟生活 是都在一起 我們廚師的洗米水 他也會會聚集 然後最後 下午他就會拿到 推出來 去教他 廚師在這裡 先第一 各位 我們學校才139個學生 每一個年紀 就有一班 但是我們學先第一 主球全線第一名 他兒子 他們兩個的兒子 這是我們會長 介紹一下 來會長 他兒子跟我們副會長 他兒子都是 主球校隊第一名 拜託我其實在這邊 去看他 誰 五龍第一名 全線第一名 而且這一套 我們常常去接 受邀去做開場的表演 元宵姐也會去油妝 賺幾個 賺來的紅包 通通都分 分給他們 我們的五龍戲劇 在大放地產 也就是說 當我們做有機 這個 他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說 是一個 整個學校的 所謂的教育的架構之下 他其實有很多的附加價值 當一個學生的觀念對了 習慣好了以後 他其實會 揮配給我們很多 理想不到的 我們需要 春秋兩季會舉辦 小馬拉松比賽 這個禮拜二才剛好完 校長也會下去跑 隨便會下去跑 每一年都會下去 給他們聽 然後四個學校 就是四個策略聯盟的學校 我們還合作 一起開手運動會 我們叫四小龍運動會 就是我們從 午餐的結盟 運動會的結盟 包括老師的 練習的結盟 緊密的在一起 各位完結就是力量 所以我們一點都不會跟三 這是今年的 四小龍運動會的現場 宣誓的這位同學 前一天手疊斷 回憶 他只能用左手宣誓 好這是那個 佳妮 他所有做的一切都 是為了下一代 這個是獨首鼓掌 然後我們今年參加香運 我們是全鄉最小的學校 可是我們拿最多的獎牌 所以那個這是議員 議員頒獎頒到最後 因為一直在叫 回新國獎 回新國獎 結果我說 其他學校是沒有參加 所以我們雖然人很少 人很小 但是我們志氣 這是最近十月份 拿到這麼多獎牌 聚在一起 我把它拍了一張 這是十月份拿到的獎牌 好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結果 玉山銀堂 給我們一個三百萬的圖書館 所以我們在閱讀 我們給決定好的食材吃 可是我們在閱讀 在心靈的食材方面 我們也很努力的在做 那做了幾點成果 與玉山銀堂 很欣賞 就可以讓我們一個三百萬 做一個像 童話故事伴奏 這是圖書館 好 這裡是哪裡 你知道嗎 這是廁所 而且這裡的每一塊 馬賽克 都是我們的主任 帶著學生 一塊塊去貼出來的 因為這個廁所 你想像得出來 才四十多萬 的工程費 怎麼有可能 叫工人在那邊貼 要多少工啊 都是我們自己去貼的 你看 這也是師生合作的 洗手槽 所以這個學校 老是瘋的 你看這個光是 貼了一個星期 下班就在那邊貼貼 你看 棒的棒 那最近 我們又把我們的 走完 有一點點小小的經費 所以我們又把走完 七層 彩虹顏色 漂亮吧 我們的信念就是孩子的微笑 就是我們的安慰 孩子的成就 就是我們的徽章 那很重要的就是 要給孩子做 給他愛跟保養 教育沒有其他的大招 所以我為什麼不 要講 那邊什麼的問題 就是愛跟保養 而以 那我簡單的報告一下 我們學校午餐的現場 是這個樣 我不批判說 我們新竹縣也是午餐免費 這個制度的問題 不是我能夠解釋或解決的 我們只是說 政府給了我三折二塊 然後不能夠多收一毛錢 不能夠再加收一毛錢 那我只能很努力的是說 把這個三十二塊 放棄到一個極致 然後照顧到學生的健康 還有希望讓他養成 很和好習慣 然後影響到他這一輩子 讓他很幸福 而且他很愛人這樣子